新蘋果不甜 不只蘋果股價受創 供應鏈也苦哈哈 外傳鴻海集團大幅削減成本 約903億 鴻海也很快發出聲明 前道對全球經濟保持樂觀 也證實有費用縮減 主要針對績效沒達標的單位 還有獲利不如預期的投資 但強調沒有縮減研發費用 台灣的市場對我們來講太小 我們要以全世界作為我們的舞台 鴻海集團佈局幅遠遼闊 杜淵田就在美國射手機代工基地 也收購Sony墨西哥廠 強攻重大尺寸面板 中國更是它手機3C電子零組件 製造的大本營 日本則是佈局偶類面板技術 印度是主攻智慧型手機 歐洲包括匈牙利 捷克都有設廠 強攻電腦電視還有最新的工業4.0 雖然營收還是有明顯的成長 可是盈餘的方面 卻有一點停滯不前的味道 整個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似乎有縮小的這種傾向 所以對於電子業 對於包括像鴻海 這些電子業來講的話 都會是一個警訊 盡管對未來樂觀 但占據產業重要地位的鴻海 都在調整策略 也讓外界擔心 這全球電子業的警鐘 恐怕正在響起 三零新聞 楊芸汐 六澳文台北報導